2012年以后的好莱坞古装片浮花道就是一股全油味浓浓的废土风 虽然童话故事未必要完全遵守形制 但是脸嫁和丑就是原罪 也不要着急 这一期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的 不过还是建议先看上一期补课 这样有助于大家的理解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还是先来明确一下这粒古装片的含义 其实指的是故事背景发生在巴洛克时代到一战之前的电影 或许叫近代片更合适 浮花道风格的第一阶段是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 这个时候以黑白电影为主 总体风格是现代化的妆容配上时装元素的华丽服饰 有浓浓的舞台剧感 虽然不够还原 但是审美不错 画面丰富 服饰精美 养眼且有古典氛围 第二阶段指的是4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期 彩色电影时代的来临 让电影的场景更加日常和真实 因此这段时期的古装隆重程度有所下降 以糖果配色和时装修改为主 同时还出现了为了突出明星设计定制画造型的现象 正式开始之前 我来就上期的内容做一些解答 想直接看我盘后面三个阶段的同学可以拉近足条跳过的 不过我还是不太建议跳过 其实从巴洛克时代到一战之前 女装的整体结构都是打底加内衣加衬裙加外裙构成的 解释的通俗一些 打底和内衣就好比是骨架 决定了形状 衬裙就是血肉 外裙就是皮肤 而这层结构随着时间不断简化 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 这个时候的骨架是景深胸衣加上横向的裙称 而外裙则被称为裸布 这一时期的衬裙和外裙共同构成了皮肤 第二阶段则是新古典主义时期 啥都不穿贼舒服 第三阶段是维多利亚时期 这个时候就是各种不同形状的裙称 外面套衬裙 衬裙外面在穿或连体或分体的长裙 第四个阶段则是爱德华时期 骨架只剩下景深胸衣 没有裙称 衬裙和外裙都变得更轻薄 而我说的设计简化的意思呢 就是把皮肤和血肉缝在一起 做成那种一体化的甲养件 比方说我上一期视频穿着初进的这个裙子 一看就是那种学生迎新晚会啊 或者是什么的企业年会穿的那种特别的现代化 因为你看都是缝在一起都是一体的 如果大家觉得不太好理解的话呢 我就拿这个来举个例子 这个就相当于是把它里面的衫子和外面的裙头服在一起 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件舞蹈服 而不是一个正经汉服 实际上呢 就算是50年代看起来比较现代的连衣裙 穿上去也是比我们今天的连衣裙要麻烦很多很多的 我手里面有一件50年代的古董柴蝎裙 就是上期用来给大家演示群称活动的那条裙子 它看起来已经够现代化了的吧 但是它穿起来也是比现在的连衣裙要麻烦很多很多的 首先是它里面是有一件衬裙的 然后外面要穿一件这种半厚的纱衣 然后你以为把这一排扣子很麻烦的系上就完事了吗 它侧边其实还有一个拉链 完了之后还要配上它专属的这个腰带 而且这个腰带还是你自己不能瞎配的 因为那个年代都是讲究完整的套装嘛 它是要专门配套的这样穿起来的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大家以为很简单 其实它穿上可麻烦 而从70年代开始 好莱坞的古装片终于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这一时期好莱坞进入了全新阶段 导演们开始用实景拍摄和捕捉不完美的现实 来追求影片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因此表演风格从舞台剧风格变得更加生活化 服饰也变得更加考据和复原了 70到90年代的古装片浮化到终于做到了 能还原基本的时代风貌 又能兼顾现代审美和微剧情服务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从装发到服饰 终于可以根据影片所处的具体时代去调整了 再也不会出现现代装发 配上时装元素的衣服的情况 比如1981年拍摄的法国中卫的女人 虽然说配色不咋地 还有点糖果风 但是里面的人物发型和服饰 都很有新洛可可时期的味儿了 让人感动的是 影片的年代设定是19世纪的60年代 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克里诺林向巴斯而转变的时期 这里面的衣服甚至做出了这种 介于锅盖和鸡屁股之间的形状 再比如1995年的乱世情缘 看看这巴洛克味儿总算正了一回 这个放量和扩形才有那味儿 巴洛克时期的女生 本人就算再怎么瘦 穿上衣服也是这种圆乎乎很丰润的感觉 男生就是这么花之招展 像个花孔雀 做得差劲的巴洛克 请参考凡尔赛 这衣脚印的感觉能杀人 整体版型过于平直 衣服的配色纹样也极其简陋 再看看1980年的时光倒流 70年和1992年的卓别林 都把爱德华时期的风格 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真是历史上吧 这一时期的女生是不砸化妆的 基本上都是素颜 但是会在头发上下很多功夫 电影出于上镜的美观考虑 还是给演员化了全妆 涂了假睫毛 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采 95版的爱马 虽然剧情呈现上有问题 但是妆造还是很有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风貌的 把田园清新质感体现出来了 总的来说呢 这段时间 哈达巫补装片的幅画到 既尊重了历史上面宁有的形质 也没有为主角团弄特殊化的装造 无论是画面 装造 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能让人很自然而然的沉浸 到那个年代 那个氛围当中去 就片中的造型嘛 它既没有现代到 让人觉得非常出戏 也不会有很重的衣裳感 每个演员都像来是走秀的一样 所以呢 总结下来就两个字 舒服 本来以为吧 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照理来说呢 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复刻一些古着 应该是越来越轻而易举的事情 结果没有想到吧 到了千禧年以后 那腐化道就是一代更比一代丑 它来了它来了 千禧年后的古装离谱大乱顿 它来 到了2000年 从这一年开始吧 好莱坞的古装腐化道 突然就变得小家子气了起来 所以呢 我管这段时间的风格 叫做小家子气马卡龙风 主要表现为 妆发过于朴素和现代 衣服设计十分偷懒 这个偷懒呢 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是放量缩得很小 过于贴身 舍不得多用布料 并且也缺乏层次感 导致片中女性看起来 就像穿了一件内衣 就出门了一样 比如说2000年的 恶意的诱惑里的衣服 就充满了局促感和单薄感 女主角的夜礼服 呈现挨字形 设计特别贴身 看起来像现在的蓬蓬裙 我们再来看看 1963年的豹 同样是配色极简纯白的夜礼服 看看人家这轮廓多大气 那金字塔形的裙摆多标准 这领口袖口的飞边 多立体精致 第二个偷懒的点呢 在于配色与细节敷衍 全身喜欢移色 或者是大块纯色拼接 不舍得用蕾丝 和其他的小装饰 来丰富衣服的设计 比如说05版的傲慢语片件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 清新简约 只是相对洛可可时期而言 摒弃了繁荣的群衬 但这并不意味着穷酸啊 看看这片子 给孩子们穿的啥呀 皱巴巴的布料 烂得跟咸菜似的 全身一色 就中间勒了一条黑腰带 这条裙子是不是就非常像 把床单直接穿出来了 再看看20版的爱马 不说版型做的多还原吧 但是看看人家衣料 这丰富的层次感 裙面上的刺绣细节 和色彩搭配 这才叫赏心悦目 再比如被我说过的绝大艳后 也是大面积的纯色布料 不舍得用蕾丝 看看他的老前辈危险关系 这洛可可才对味嘛 看着有厚度有光泽 但一看就柔软透漆的面料 看着有层次感的色彩搭配 和精致的细节 说实话 古装片男不能穷巴洛克 女不能穷洛可可 地震 克里诺林 爱德华这些 素一点就素一点 但这俩是绝对不能素的 总的来说 千禧年呢 好莱坞古装片浮华道 就是进行了现代化改良的 小家碧玉风 不够大气还原 不够华丽 总的来说呢 千禧年以后的古装浮华道风格吧 你可以说他不够大气 不够还原 他就是混了一点 现代风的这种 小家碧玉的感觉 但是呢 也绝对谈不上 很丑很阴间 你说他精为天然 到95分以上吧 是没有 但也真不容易出错 所以呢 不知道他就没有联想到 某一些国产剧的浮华道 而真正的大道退 则是2010年以后开始的 2010年以后呢 好莱坞的古装浮华道 就开始朝着 越来越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画面是越来越阴间 造型的越来越随意 做点选举也越来越像笑话 风格呢 叫做废土奶油风 也可以叫做美式桑葬风 总的来说呢 就是妆面过于朴素 然后整体的色调都是灰扑扑的 发型也非常的随意 看起来呢 又现代又出戏 最大的槽点呢 就在于衣服 可以说是结合的前面 所有时代的所有缺点 首先是时代特征不明显 放亮小气 看起来贼现代化 说真的朋友们 我只看到一九版小妇人 巨照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维多利亚晚期 或者爱德华时期的年代背景 结果这个故事 居然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 也就是说 这个是乱世家人中 斯嘉丽所出的时代 家人们 我真的人傻了 再比如20年的局时 故事背景的设定 是在19世纪 20年代左右 形制就贼混乱 有的时候看起来像1830年代的造型 有的时候看起来吧 又像1850年的造型 反正就是非常的凌乱 第二个特点是 衣服配色特别的暗沉单调 整体基调看起来非常阴森 一五版的包法力 富人难怪不开心 天天穿成这样 谁能开心啊 第三个特点呢 是衣服设计过于简单 看起来简陋寒酸 比如一二年的漂亮朋友 除了深褐色 又有这种浅浅的奶油色 但是色调太冷 看着就令人窒息 还有前面被我拉出来 打过了的小妇人 就算加入了蓝和紫 整个画面还是阴沉可怖 同样是跳舞的场景 抱就美得仿佛一幅传世名画 细细公主呢 就像童话里面的场景 而小妇人则像世界末日 之所以会这样吧 是因为服饰做的过于粗陋 衣料一点都不挺瓜有形 就皱巴巴软塌塌的垂下来 而且全身一色 没有一点飞边设计 或者色彩上的层次感 通常这样涉及衣服的 都是鬼片 当然也有色彩非常明亮的 但是用力过猛 看起来扎眼且廉价 例如美女一野兽 大表哥这件蓝虾 我的衣服是认真的吗 顺便插一句 这里面贝尔的衣服 也是一个现代大乱顿 做的简陋又乱七八糟 虽然童话故事 未必要完全遵守形制 但是廉价和丑就是原罪 所以综合起来看吧 2012年以后的 好莱坞装篇浮华道 就是一股泉油味 浓浓的废土风 说实话 北欧上古神话 中世纪题材这样吧 我勉强可以接受 但巴洛克时代 往后的服装这样设计 就好比让圣唐时期的美女们 都穿灰白黑的 丧葬风沙衣一样 非常有插缩力 唯一让我觉得 比较能接受的就是宠儿 因为剧情的氛围和基调 就是一种 尔语我诈的窒息感 所以这种废土版的洛克 可某种程度上 也能和剧情相互衬印 从30年代的舞台风 到60年代的时装风 再到90年代的还原风 本来以为吧 好莱坞的这个古装 浮化到水平会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 越做越精美 结果没有想到 朝着一个不可想象的方向 滑入深渊 我个人呢 做一个小小的推测哈 因为电影美学 发展到现在呢 也有一百多年了 可能就是那些大佬 什么风格都尝试过了 要想再有所突破 其实是挺难的 你只能做得更好 再更好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成本代价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现在 全球经济大滑坡 同时呢 还要顾及所谓的政治正确 然后呢 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 所以他就只能选择摆烂 然后走出一条 力品吸尽的道路 好莱坞的古装浮化到 变迁时呢 就盘点到这里 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味道有 那么一丝丝的属性 嗯对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子 下一期呢 我就来谈谈 那与古装浮化到 的变迁的底层逻辑 我是凯凯西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 做的还不错的话 就请多多点赞 评论和收藏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